十一,另外还有山顶的上洞和山脚的下洞,而下洞才是最早的安居之所,年纪最大的罗华田就住过下洞。 九岁会那是何啊,就是做不到,他和山顶户,大陆和这个九岁会那时候是大姐啊,唱人,哎,过不得,我们都在下洞,下洞我们太苦,哎,太苦。 不得黄筑做啊,我们就在南桌都多起,下雨就都在下面,前赶下雨就在下面,哎,哎,妈,这都照顾我们很好啊,现在我们就上来啊,做啊。 驻山洞并没有改变苗人不断迁徙的命运,近年又有人再度搬迁,从中洞搬到了政府新建的新村。 新村离中洞挺近的,家家都有大房子,奇怪的是,我年过去了,住下的只有四户人家,我很快就找到了原因。 虽然这里有水龙头啊,可是你看是完全没有水的,所以没有水的地方就不能住,所以罗太太才会选择住在洞里面,因为洞里面也有水。 这就是你的新房子了,哦,我的新房子啊,罗太太,所以你是打算不住这里了是吗? 不住,我发现它的屋顶啊,是有很多的洞的,虽然是有盖屋顶,可是好像是没盖得很好,所以如果下雨的话啊,肯定住在房子里面的人一定会被雨淋到,再加上这些都是用木板做的,如果一淋到雨,它就会很容易生蚂蚁生白蚁, 那很快的在几年之内之内呢,就会被,就会烂,就会腐烂。 所以这,不是一个最理想的家吧? 我向新村的人家打听了一下,没想到他们对房子没什么好说的,眼前难得看到一个年轻人,我马上跟他聊了几句,工作,你在做什么? 打围墙的,打围墙的,这就是墙吗?这是房子的墙还是? 房子的墙啊,房子的墙,新房子不需要租墙吧? 小罗说,他是在给洞里的老房子收租墙,因为中洞已经开始由雨课来玩了,将来住洞里反而更有前转, 他在考虑将来,可能要帮我动用。